是科技正偉 因為其實以安賴唐鳳老師來進行台灣整個關於數位文化的一個建制 那我想大家應該對唐鳳老師並不陌生 他是一個非常知名的一個人士 最近在網路上很多影片應該相信很多同學都有看到 那今天的演講跟傳統的形式也比較不一樣 我們不會用唐鳳老師直接演講的一個形式 而是會用大量問答的一個形式 這是唐鳳老師的一個風格 我之前也跟你們預告過了 所以今天大家就踴躍的跟老師可以做對話 那另外一方面我想今天這一門課可能演 今天這堂演講也沒有直接對應說是科技藝術的領域 視覺藝術的領域或是音樂的一個領域 而安排這一場最主要是希望各位都活在一個數位的一個時代 你們應該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當代的數位文化 對每一個人所造成的一個影響 那我想在生活各個不同面向其實都蠻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就簡短的做這樣的一個開場 那我們就熱烈掌聲歡迎唐鳳老師好嗎 我是數位政委 科技政委是吳正宗老師 數位政委就是不只一位 那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我想大家現在都可以想一想說想要聽什麼 那我只是先講一下空間跟時間結構 時間結構上面我們有接近兩小時到大概5點20分左右 那5點20分之前我就會盡可能的回答這個螢幕上面還有現場需求發問的問題 那這個空間你可以掃Code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可以手中接入slido.com 然後打01202 請號不用輸入就可以到這樣子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已經有很多人在用了 那我想這個聊天室有兩個很重要的功能 一個是說因為是匿名提問 你可以取一個筆名或者是匿名問 那這有個好處 因為我們知道舉手發問多少會需要一點勇氣會打一點折扣呢 因為大家亂換手機 所以匿名發問是可以想到什麼去問什麼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別人問的問題你可以按讚 那按讚的數量越後越會跑到上面 所以我就知道說比較多朋友關心這個問題我就可以先回答 那如果到了5點20的時候 就是上面的問題都沒有辦法回答完 的話呢就先跟大家說抱歉 但是沒有回答的問題我還是會看 為什麼沒有回答到因為讚的數量不夠 為什麼不夠 可能因為沒有拉票 所以現在就可以開始拉票 對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如果到5點20以前 就已經全部回答完 又沒有行的問題又沒有人舉手 我們就會提早下課 不過從來沒有提早下課過 所以希望這個不只希望 大概這次也不會提早下課 那最後就是因為我們也了解舉手發問 比較需要勇氣 所以在任何時間點上面 舉手發問的優先順序都高過 用手機發問 所以如果你沒有帶就是電腦或手機 或可以上網的裝備的話 那有沒有關係 就直接舉手發問就好了 那所以以上是今天的這個時間 跟空間結構 大家如果OK的話 我們就開始了 好 那有另外的朋友們這個想要問說 前年用視訊潛入聯合國發言 的動機與過程 這個潛自用的是相當好 對那我想要首先講的是說 這件事情它不是一次性的 其實我從上任之前就開始用 我從上任之前就已經在馬德里 透過視訊機器人的方式 當時還是一個360的視訊機器人 去帶當地一個叫Media Lab Product的一個 創作藝術的一個空間 然後請大家一起來做公民參與相關的創作 那我先用機器人在那邊知道一些學生 然後我再從台北飛過去 那其實就是從他們看起來 就是我從一個細的身體 換成一個汗的身體 但是還是有一個連續性 所以這不是就是專門為聯合國做的 那也有很多時候大家邀請我去演講 但是因為我就是時間趕不上等等 所以我基本上是偏好使用機器人 所以一直到現在 其實各國的朋友們都了解到說 要邀請我去演講 最快的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去做一台機器人 像這個是上上週吧 在羅馬大學 那就是這位教授 右邊這位教授 他就是覺得說 有機器人就可以找換到唐鳳 這個很棒 所以他本來要去租一台機器人 就是在聯合國當時用的同一台 後來他發現租也還蠻貴的 所以不如買 因為買至貴一點點 他就直接買過來 所以這裡面合照的 有一位是我們當地住處的這個外交人員 他就很高興 他就不但在回場跟我互動 而且說這個政委象徵太棒了 因為就不用一大早到機場接我 那所以就是可以降低外交人員的負擔 那我也可以跟他們說 以後需要我出席的地方 就直接跟東方大學接一台就好 那為什麼會 他會知道這個做法 是因為他有去參加 他會議員司雙年展 我們鄭淑莉老師辦的那個 就是三乘三乘六的那個展覽 那那個展覽裡面有一個橋段 因為他講的是監獄囚禁的這個身體嘛 所以就是我一個越獄啊 對一個概念就是從台灣之間 撥入一個機器人 然後跟大家討論說 這樣子怎麼樣 就是可以不要讓地球更暖化啊 什麼樣介紹看看啊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所以他因為是觀眾之一 所以就發現說 欸這套藝術行程很棒 所以他就直接把他引入他的工作裡 所以就是說這個動機 其實真的是艱難減碳 然後是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有不同的召喚過的這個方法 那想要普及一種 我不管人在哪裡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出現 那其實我透過這個方式在聯同國 相關的周邊組織發言 也不是一次兩次 其實是很常規的 那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在IGF那一次是有直播 那所以我們本來其實是蠻低調 也沒有搖搖大肆宣揚 那但是因為有直播 所以媒體的朋友們就發現了 那媒體的朋友發現 當然就就是抱了一番這樣子 但是其實對我來講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出息的一個方法 那當然在萬國公 就是在日內網 確實其實很practical 就是很有實務意義的 因為機器人不用檢查護照 所以其實我們並不是不能在裡面發言 而是說進去檢查護照的那個關口 你會需要拿出一張別的地方發的這個photo ID 其實全部就這樣而已 所以像可能一個很多紐約州政府發的家長 其實你就可以換證就可以進去 但是就是我們這邊的護照是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沒有一個更多的免簽待遇 那在就是因為沒有這個待遇的關係 所以當時就是請一位友邦的朋友們 就是直接跟我們的住處的人員 那剛好這位人員 他的應該是他的就是另一半是我們住處的外照人員 但他本身是有雙重護照 所以他就是用他的那個護照 就是不是台灣的這個護照進去 那然後幫忙把機器人都加好 那機器人加好之後我就發言 那那個發言當然也有列入回營紀錄 所以我想這並不是什麼突破 或者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這個我那一次去也不是只有我講話 其實幫忙我們交通部通傳會 TWNIC等等很多別的單位的朋友也有附身在 我附身在的那一個機器人上面講話 所以後來這就變成一個慣例 所以那只是說外界第一次比較知道 是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在溝通 其實一開始的動機還是就是減少AirTravel 然後減量減碳這樣子 有19位朋友們問說對於韓國的魚的想法是什麼 對那因為我其實不吃魚類啦 所以就是對我盡量不吃幾隻動物 所以就是算是動物保護法素 所以其實對於魚類的料理是沒有什麼太多的想法 那不管是哪一個國家來的都是這樣子 那有十六位朋友們說 按照我在工作上面的觀察 藝術跟科技的結合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和用途 或者社會裡面哪些部分 會很需要這些藝術跟科技的人才 其實我覺得凡是新的科技出現的時候 要告訴大家這個科技可以有怎麼樣子運用的可能性 那我們常說這叫Speculative Design 就是往未來的方向設計 但是往未來方向設計 有一個盲點 就是說大概就會往好的方向去設計 那但是藝術我覺得它的價值就是說 像正屬於那個三成三成六 它不是只是把科技的光明面 或者未來的陰然面去表達出來 它也把科技的黑暗面 它用來監控 用來囚禁 用來抑制大家的想像等等的這些負面的部分 也把它表達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是藝術很重要的一個作用 就是我們在座公共領域的服務設計的時候 往往只會看到好的一面 那但是藝術可以把好的不好的 介於之間的各種樣子的感受 都可以表達出來 那在表達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pilot 就是一個完整的調色盤 一起去討論說這些事情 到底會發生怎麼樣子的 好的或者不好的 或者不可預測的後果 那這邊是我的辦公室 它是在大安森林公園的旁邊 近文化室的隔壁 一個叫做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 的一個角落 那這個角落是做社會創新的 我們叫社創中心 那這個地方它有一個public art 就是這個足球場 然後還有很多的實驗設計 都是由當syndrome 就是喜憨兒們 有當事實的朋友們所創作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就是進入社會創新的狀態 就是說大家在有喜憨兒三個字以前 或者憨兒這兩個字以前 其實用的是一些比較負面的描述 在講述這些朋友們 但是一旦有了寫 當然這個概念出現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說 不是其實社會上所謂要輔助的弱勢 而是說他們有一些 我們所沒有的這種才能 好比像說他們看到的東西 畫出來的時候 不需要特別的訓練 就可以看起來像是泛骨的那樣子的 就是充滿了聯想跟創作的 同趣的那樣子的一種狀態 那所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大家在進入這個辦公室 用那個禮拜三 從早上十點到晚上都在這邊 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個四十分鐘 大家就可以在一個比較 co-creative就是共同創作的 心態裡面來討論 那所以在當時 不是只有人來找我 機器人也有來找我 好比像說這邊有三台機器人 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來的三輪車 那這些三輪車的好處就是 他們是自駕車 就是無人載具 你只要坐上去告訴他你要去哪裡 他就把你載到那邊去喔 那當時麻省理工學院 還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就是一天到晚會撞到牆 撞到人就是非常早期的時候 就把他帶到台灣 然後跟我說這個 唐鳳姐倫 我們才剛開始做這個 你要不要坐上去喔 雖然他會天到晚撞到牆 很重鬧人 然後我就說這個 開玩笑的 那但是他們就說 其實沒有 因為這三輪車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他跑得很慢 雖然童謠裡面說跑得很快 但是事實上跑得很慢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撞到什麼都不會怎麼樣 他就稍微煞車停下來 因為他比人跑步還要慢 那所以就是在這種 安全的空間裡面 有點像是一個沙湖 就是一個sandbox 這樣一個概念裡面 我們就不斷的在這邊 讓他去跟整個社會互動 跟市場互動 literally 跟旁邊的建國畫室互動 然後看看就是在市場的朋友們 提了一些就是花籃 或者是買個花盆過來 然後他對這些 有什麼樣的想像 比方說不會想像成自駕車 而且想像成購物車 那對購物車的想像 就跟自駕車的想像不一樣 自駕車的想像是 就是我坐上去 然後把我載到一個固定點 但是對於購物車的想像 就是pence free shopping 我一面買花 然後他一面一步一去跟著我 然後我放到那個籃子裡面 快滿的時候 他就往後退一點 然後再叫一台空的來 然後繼續讓我繼續 shopping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用法 其實同樣的 也是在整個社會的參與之下 我們就慢慢就可以把它改成 比較適合我們這個社會 所需要使用的 那可能一隻眼睛開成兩隻眼睛 從只會盯著前面到可以跟著人轉 然後從看不懂人的表情跟手勢 都比較看得懂 然後甚至做一些道德的倫理的判斷 就是要讓誰過 如果真的不行 他要去撞誰 等等的這些 那這些都是 不只是speculative design 而是art 就是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 啟發你更多的想像的一個物件 它不一定要實用 事實上一開始根本就不實用 而是說你在不需要特別實用的 這一段商合的設置器 去想出各種各樣這些部件 可以從頭到尾都可以抽換的情況下 因為它是開放硬體 也是開放軟體 怎麼樣子去跟旁邊的社會互動 所以這只是一個很 就是具體而為的例子 但是我會覺得說任何地方 你只要是當它的可能性是開放的 你們還在 我們以設計思考來講 它在discover就是兩個菱形 最左邊的那個階段 那醫術就可以告訴我們 有更多可以discover的dimension 它可以把這個discover的維度 變成不是只是一維的 或二維的可以把這個維度打開 那越早期的話 那我覺得就越需要 就是各位的這個工作 有位朋友提了一個 類似像臨時動音說 我講話太快了 不過這個可能只是一個觀察而已 並不是要我真的放慢速度的意思 雖然就繼續 但是我真的應該講慢一點 好 我講慢一點 有16位的朋友們問說 在同事婚姻合法之後 那舉辦同志大遊行的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我不是主辦者 所以你問我也沒有什麼用 但是我想特別強調一下 就是說我們採取的立法策略是 所謂的結婚不結音 所以合法的是同志結婚的部分 但是並不是同志姻親的部分 這個可能要有所了解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一套具有台灣特色的 就是結婚不結音 後來發現很好賣 就是在日本啊 在泰國啊 反正只要我去演展的地方 他們都發現說 原來還有這一招 就是可以不需要威脅到 現有的這個姻親的社會結構 但是又可以有結婚相同的權利跟義務 那這一套作為一個所謂的抄疊解法案 把它實現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在我們的周月這一套是非常好賣的 那所以當然一方面是 就是你總得告訴人家說 這一套是怎麼來的吧 所以一方面它有一個傳教的作用 就是讓在亞洲 就是那些還沒有讓這個婚姻平權實現的國家 就是所有其他國家 在亞洲等其他國家都可以來這邊了解到 我們怎麼樣子 透過倡議跟審議啊 慢慢達到今天這一步 那二方面是說 它有一個主流化的這個作用 讓大家了解到說 那這件事情其實也沒有真的怎麼樣嘛 也沒有造成什麼這個天目地裂 天咬地動什麼之類的啊 當然台灣有時候會有的那個是地震啊 跟這個同時有些天外線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讓這個主流化的能見度變得更高 那所以其他我覺得如果還有倡議什麼的話 大概都是在這種就是比較具體認識的 教育的這樣子一種作用上面 那當然未來還有很多別的就是 在那個法案裡面還沒有處理完的部分呢 隨著時間過去它比較要收養啊 或者是人工升職啊或什麼之類 慢慢的會浮上檯面吧 但是我覺得現在確實是一個就是展示給旁邊的 其他要照顧一下看說 我們通過的然後也過得好好的啊 的這樣子一種效果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啊 有師傅有位朋友們想要詢問 機器人取代人類的可能性 那我想是不可能取代人類的吧 因為機器人已經存在很久了 那目前看起來人類也沒有因為這樣子被取代 因為取代的意思是說 我們對彼此的好像說社會的意義 就是組成一個像剛剛不是在講 這個婚姻平權嗎 就是組成長期的穩定的這個 以永久什麼結合什麼心理關係什麼的 大法官的那一句話 那這個目前看起來 機器人並沒有辦法完成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那當然也許有些預言的作用啊 就是虛擬朋友之類的 但是實物上面並沒有整個 就是說機器人取代的功能目前還看不出來嗎 就像摩天輪好像也沒有辦法取代這個功能 那但是 對 但是anyway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大部分在社會意義的層面上 目前並沒有誰 以我所知啦 非常serious的說 人類的社會意義會被機器人所取代 那但是當然在特定的工作上 好比像說像家事工作上面 持家者的工作 好比像說洗衣服早就被洗衣機所取代了 那這個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所以我想重點並不是說人類被取代 而是說人類的工作裡面一些比較容的部分 就是每個人來做的時候是沒有創意在裡面的 那在做的時候會覺得自己是工具人的那個部分 那當然很容易被人性工具所取代 可是如果你做這些工作的目的 不是只是為了證明說 你用手洗衣服比別人多快一點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要這樣想 但是就是說 除非你是過分認同這種特定的職能 不然的話 其實你的核心素養 就是所謂的自發不動功耗這些 當然越多容的部分被自動化 就對你的核心素養就是創造能力會越有幫助 所以我想人生智慧 是只會被人工智慧所加強 應該是不會被人工智慧所取代 有二次的朋友問說 這張超過180 看世界感覺是什麼 這個是身高 身高 大家可能有一點誤會 就是單位是公分 就是我是180公分沒有錯 但是智慧應該並不是180 首先成人的智慧就沒有意義 那二方面 按照維持測驗的欄表 成人超過160以上也測不出來 所以我一向不覺得智慧有什麼意義 那因為我成人自己測驗做了蠻多次 所以我後來也發現說 甚至你不用連網路 你手機上只要換大概五個來的話 那任何人走進去都是報表 就是都是一定超過一百六 因為他記得 就是測的就是你記不記得 什麼撐背倒背一些數字 什麼東西轉角視度怎麼樣 什麼東西的色彩蹟蹺板前後順序 一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你甚至不用連網路 只要手機上有正確的APP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報表 因為他測的就是 現在你就已經可以講完手機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在成人的智慧測驗目前已經完全喪失意義 因為你知道能夠好好的運用APP的話 每一個人的智慧都是報表的 那所以我想現在比較重要的還是去 就是透過網路就是有連線的部分 去看大家都不同的價值 然後達到共同價值的這樣子一種功能 那這個是智慧測驗完全能在測的 所以我其實是覺得就是智慧測驗沒有什麼意義 然後再次聲明就是智慧測驗 也不是智慧測驗 那是這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我自己如何介紹我自己 我叫唐鳳 然後目前是書惠政委 書惠政委就是所謂Digital Minister 那我的工作理論上就是有三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剛剛講到的社會創新 就是透過新的方式來改變社會之間 本來比較僵固的結構 然後來達成一些共同利益 那大家都可以參與就是社創 那另外一方面是開放政府 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政府自己避免造居 好不像說報酬軟體 好不像說登山的這個服務的介面 好不像說故宮的購票系統 那避免造居大家都不是很開心 那所以有一些很酸的朋友們 就很吵 那吵著也不是要糖吃 我們就要他們進廚房炒糖吃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從後部的炒變成後部的炒 那到最後就大家一起把新的 包吹的體驗做出來 新的故宮購票的方式做出來 新的 民家市登山申請的方式做出來等等 那這個叫開放政府 那第三部分就是 像剛才在Y清華的這個 學生會的邀請之下 也有講兩個小時的演講 那像學生會這一類 學生資質組織 就是所謂的青年參與 那all the way 到我們的行政年青年諮詢委員會 就是大概十幾個部會 都有兩個 各有兩個 可能35歲以下的朋友 來擔任青年諮詢委員的角色 我們叫reverse mentor 就是雖然他比較年輕 看起來像是實際上一個intern 但是實際上是 他在指引這個部會的方向 所以透過青年來設定 行政年偵測的方向 這叫青年參與 那所以社創開放政府的青年參與 這三個理論上是我的業務 那不過實際上 這三個常常很難去劃分清楚 大部分的例子 都是這三個同時都有存在 所以看來我做的工作 就是類似一個通道 去把大家的這種 就是不管是事務官 或者是政務官 或者是公民社群等等的力量 想辦法凝結成一些 大家都覺得是共同的價值 而不是互相拔合的一些事情 那有二十位朋友們問說 社會為什麼需要藝術 那我是覺得藝術它顯示的 就像剛剛講的 是可能性 就是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壞的 那它是一個vision 就是你透過藝術家的眼睛 你看到一個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可能性 那一個社會如果喪失了新的可能性的話 它就變成類似Ritualistic 就是它是完全是儀式性的 去把之前的各種可能性 把它好像化石化了 然後就不斷地去重複 那所以我最近在Twitter上面 也有一個是講民主制度的 那當時我的那個point這裡 就是在講說其實 這是雅典他們 進行民主制度用的機器 那它是完全是石器 雖然他們當時已經有清透的製造技術 但是我也覺得說 這是等於一台民主機器 那在當年就已經使用了 但是我們如果現在就是運用科技的話 我們就可以為民主想像出新的可能性 好比像說 如果不是每個人進去這樣子投票 而是大家運用手機 隨時都可以 不是投現成的那個票上面的選項 而是每個人自己可以寫出新的選項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比較能夠達到集思廣益的一個作用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想像 它就是其實是蠻artistic 就是你在把它實際化出來之前 其實或者是顯示給大家看一切 大家不會覺得說 那民主也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來達成 但是你只要給大家看一下 很基本很簡單的image 就是像就是我們討論UberX的時候 2015年 那每個人的立場可以在大家不同的想法中間 你可以看到你的親戚朋友們 各有各自的立場 但是呢 我們還是可以基於共同的事實 去分享彼此的感受 達到一些想法 然後最後把它做成就是共同的決定 那所以每個人的立場是可以轉變的 而且每一次你都可以分享一些你的感覺 讓其他人不管同意或者不同意 但是總是沒有辦法回覆你 因為我們知道 只要有回覆就是reply這個按鈕 時間最多的人就贏了 那但是你只要沒有回覆這個按鈕 大家就願意靜下心來想一下 怎麼樣的東西才能夠讓大家所接受 所以這裡其實我一直覺得很神奇的 就是說真的是這個image這件事情 就是我甚至不需要展示這一套行動 不用展現這一套系統 我到各國跟就是類似我的position的 就是其他的部長 這個討論的時候 其實只要給他們看這一張圖 那忽然之間他們就會腦洞大開 就會突然間對民主有一個不同的想像 那這個這張圖就是每一次我們 透過剛剛弄AI的討論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說 因為大家不能彼此為父 而只能把想法丟出來 讓其他人進行回饋 所以其實最不resonate的就是這五個 你只要一提出來 就把整個社會分成兩半的這種 非常意識形態式的就是這幾個 那但是這幾個呢 我們如果只看主流媒體 或者一些社群媒體的話 就會覺得全部都是這些事情 但是事實上我們每次run的時候都發現 大部分人對於大部分事情 跟大部分其他人是有大部分相同的想像的 只是說我們的媒體沒有花很多力氣 放在這些事情上面 但是每一個其實都是具體可行 而且馬上就可以做 所以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這一張圖 一旦看過你就會發現說 那民主不一定是我們想像的每次投票 都一半的人覺得自己輸掉 或者甚至所有的人都覺得自己輸掉 這樣一個情況 可以是絕大部分的時候每次投票 都大部分人覺得 又往我能夠接受的價值 又多靠近了一步 那像這樣子的事情 其實並不是完全靠著政治的機制的設計 mechanism design可以做到 而是希望讓大家先進入這樣子 一種想像空間 覺得說原來往這個方向發展是可能的 然後我們再來一些城市 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好 那我們就繼續囉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科技對於一個藝術家 可以有怎麼樣子的影響 對於我自己不敢說是藝術家 但是我就是偶爾也寫寫詩 然後偶爾也翻譯 那對我來講最大的一個影響就是 就像剛剛講 他把融的部分都拿去了 我之前曾經有寫過一個作品 跟很多朋友們一起寫的 叫做萌典 那萌典其實它的好處就是說 每一件事情 就是每個概念 藝術 對 那它不但是可以把就是過於字典 現在就是的定義啊 筆畫啊 有的沒有的啊 把它這個分享出來 然後也可以去展開嘛 展開每一個概念 切換到可能台語啊 或者客家話等等 然後有一些例句啊等等 然後 英語啊 法語啊 德語啊 對一些想像啊 然後我如果現在 就是看其中的一個翻譯 我想要知道還有哪些 中文的方式可以講的話 就可以再做全文檢索啊等等 所以就是說 當它 這個好像是一個叫夾子電動大樂隊 然後就以前曾經說 這個技術問題解決了 一出就出現了 就是說 當我在這些不同的語種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 對一些事情的側面 中間有這種半自動 或甚至全自動的方式 去進行轉譯的時候 那我能夠考慮到的面向 就比我以前多到很多 因為以前我要手中去查字典 我要手中去各個不同的資源網站去找尋 那所以當這個就是 完全由機器所做 然後現在自動翻譯啊等等 就是已經把所有manual的部分 都takeover之後 我們就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去想像說 那同樣是一個概念醋 它比方說mum 那它裡面有可能發放 調名 答發等等 那這個可能又再繼續 能夠做更多的連線 然後 使出之類的 那所有的這些 那自行有自行的部件 也可以重新組合成各種各樣不同的部件 然後也可以透過就是各種不同的形音 部首等等去互相切磋等等 所以就是說 當所有這些技術性的就是 部件子的組合 形音的組合 這些組合 它都由機器來幫你查好了之後 其實你的抽象層就可以變得比較高 然後就在這些不同的文化或者意義素裡面 等於你能夠調色的那個色版就變得比較寬 或者是你的音域就變得比較廣 所以我覺得 它的intention當然還是藝術家的intention vision還是藝術家的vision 但是科技可以讓你就是 就是習慣而不察的這個很多的intention 它可以自動的幫你展開 那自動的展開之後 你就可以有很多時間花在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跟你這個CoreVision 是不是切合的這種判斷式的想法上面 而不是大部分時間花在操作性的說 那我現在我這個intention做 我就一定要先去查到這些相關的資源 或者是用某些特定的方式 等於無形之中限制住 就是我們叫做一個飄移式的注意力 Hovering attention的這樣子一種時間 所以我覺得自動化程度越高了 我在這個飄浮式的注意的狀況就越多 那這個時候它的可能性就越多越展開 有20位朋友們問說 像請問剛剛在校本部的演講裡面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問題跟我的回答 這個是一個meta question 那之前在校本部的演講裡面 有一位朋友是舉手法文 然後他說他覺得心自由主義 這種以競爭為導向會導致成就的焦慮 所以他現在相當需要一碗心靈的吉他 然後就問我說可不可以給他一碗心靈的吉他 等等 這個真的是非常intentional的一個問題 那我就說這個 我這個對於競爭力教育的朋友 之前呢 確實是有翻譯過我一首詩 就是Lennon Cohen的這個compeling 然後所以我剛剛就就是 唱了其中一段給這位朋友聽 然後就好像有達到心靈的吉他 的這個作用 所以這些剛才印象比較深刻的問題跟我的回答 好 那有24位朋友們問說 對這次的大選的觀察跟看法 我覺得這次大選呢 因為沒有把公投 所以不會像之前有個類似共犯效應 就是說公投理論上是 他討論一件公共的事物 而不是討論特定的人 但是因為之前的公投都被綁在 就是選舉投票的當天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對事情的討論 跟我們對人的討論混在一起了 有的時候是因為是藉著這個來造詩 或者有時候候選人本人就是公投的倡議者 那這個時候其實這兩個是難以切分的 但是我覺得這次大選 因為我們把公投變成是 就是一年代議政治 一年審議政治 一年代議政治 一年審議政治 的這樣的節奏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的公投 就會有比較多的時間 大家可以把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比較好好的談清楚 而無涉對於人品什麼東西的判斷 那這次的選舉就可以比較focus在這個人本身 而不是在就是全國性的公投這種事務上面 那這個人他也可以就是不斷的透過對話 然後去把自己的政見啊 把自己的立場啊等等表明得更清楚 所以我會覺得說 確實把公投跟大選拆開 讓我們的就是神義民主的這個素養 就是透過大家的對話 來讓公投變得更能夠為整個社會所接受 確實是讓他有一個比較能夠萌芽的一個土壤 因為我們畢竟選了比較久 有意義的公投才一次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種移到另外旁邊的一個花盆吧 讓那個育苗能夠完成喔 不會一直都被就是 比較大的葉子蓋住太陽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覺得是確實比較好的 那也讓很多訊息操作 比較沒有像上次大選那麼大的 這個訊息操作的工期表面 所以我覺得其實蠻好的 還有一位朋友們說這個 講話好快筆記寫不完喔 不過應該是有錄影版在唱 所以應該有空可以用這個 0.75倍速錄播放 對 而且其實這只是Broad Brush 就是一個很粗書的概念而已 所以筆記也不一定要寄到 就是那麼多關鍵字 我知道每個人筆記習慣不一樣 通常我都是就是把比較有共鳴的 兩三個關鍵字記下來 其實記下來當時就已經差不多有零匯了 那其實因為我筆記很潦草 所以常常到最後自己也看不懂自己的筆記 但是如果不用筆記的話 確實我也會記不得 所以我是建議可以把這個解析多 稍微放就是放粗書一點也不會怎麼樣 有25位朋友們問說 最推薦大學生看的一本書喔 那這個其實因為我不知道 他很興趣什麼 所以就推薦是並不是很負責任 但是我可以把Kindle打開嗎 看看我正在看哪一本書 OK 那看一下喔 對 我最近有在看How To 這個How To真的是很好看 那這個也是科技藝術 所以還蠻切體的一個喔 他就是透過一些科技的方法 來告訴大家要如何做到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來看他的封面 對 How To 那這個作者是一個漫畫叫做XKCD的作者 叫做Randal Murrow 那其實他是小數 所以像我只有三個Webconic是固定在追的 那他是其中一個就是在網路上面分享漫畫的朋友 所以他的這個Outline就是如何跳高高 如何弄個游泳池 如何挖個洞 如何演奏鋼琴 如何過一條河等等 那如何演奏鋼琴這一點 不對 就是如何玩不動 如何演奏鋼琴 那他就開始解釋就是樂譜嘛 就是右手一次按一個鍵 左手一次按一個鍵 跟整個手臂壓上去的這個樂譜分別要怎麼寫 然後就開始解釋鋼琴的range是很寬的 但是還沒有到大家的所有的聽力範圍 如果年紀比較小的朋友的話 那他可以聽到更多的高的音 所以要多加這一排上去 然後如果你是演奏給狗或者蝙蝠聽的話 你要再多加幾個鍵上去 然後如果你要演奏給大象聽的話 左邊要加幾個鍵下去 但是左邊的鍵到某個程度 就不是鋼琴的那個弦可以做的了 因為它的頻率就已經太低了 你可能要用跳繩來把它完成 然後你在屏部椅上面怎麼樣拼出一個字來 然後各種各樣子自然的聲音怎麼樣對應到這個頻率上面 然後在海裡面的動物使用怎麼樣子的聲音 之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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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藉由一些看起來很日常的問題 然後來解釋一些跨學們的一些科學概念 所以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那既然這是我最近在看的一本書 所以我就推薦大家看一些要點自學 有26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求學第一段是在家自學 請問對現階的教育教學體制的看法 以及台灣應該要如何改變 其實我在家自學是從 我看一下 在小學二年級下學期的一小段時間而已 然後之後國中二年級就是載學 但是載學之後並不是在家 我其實是就跑去學校訪聽 然後跑去創業等等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誤解 就是homeschooling其實並不是說待在家裡的意思 就像我當時在加入行政研究 就是三年前我有三個勞務協商的條件 其中一個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是上班 就是所謂的遠距上班 那遠距上班 當時所有的媒體幾乎都報成在家上班 但是我幾乎都沒有在家 我是在社會創新實驗中心上班 那但是當然這邊待了很久 而且沒有廚師也有好吃的東西 也有很多朋友 所以現在也感覺就是家了啦 所以也許在家上班也沒有錯 但是意思是說 其實當你能夠用遠距做學習 或用遠距做工作的時候 他的物理環境跟你的心理環境 其實是可以自己來搭配的 所以大部分時候並不是在家裡 因為在家裡 就是狀態並不一定是最適合學習 或者是工作的 那而是在所謂的third place 就是既不是辦公室的那種一指南工作 也不是家裡好像比較是放鬆休息 而是在這兩個中間的某個中間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在這邊碰到一些不請自來的社群 你自己也可以當作不請自來的社群 然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事物 分享一些音樂等等 分享一些 public art 那每個人都有改變這個空間的一些參與權 那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第三位置 我覺得才是比較適合當作工作的 這個怎麼講呢 就是線上空間的相對應的線下物的 或者線上空間的這樣子一個位置 那所以我在所謂在家自學 就是我中而中錯之後啊 就是也是這樣子 就是我就是在附近的政治大學 可能政大圖書館 政大書城等等 去找到讓我覺得很舒服的位置 那在那個地方才可以比較多做一些學習的工作 我絕對不是在家裡做的 那當然也是因為現在寬屏網路是人權的嘛 任何地方在台灣 如果你覺得說你最有生產地的地方 是在御山北峰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在那邊生產地最高 但是你也可以跑去御山北峰 接近四千公尺 你還是有四局啊 還是四九九吃到寶啊 還是有寬屏網路啊 你愛做什麼做做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做寬屏人權的其中一個目的 也是希望說每一個地方 它不受縣市區化公共民俗等等的限制 只要你跟一群自動到達的朋友有興趣 就可以做島內移民 然後可以把那個地方 變成大家的這個third place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寬屏普及之後跟我當年最大的一個不同 就是任何地方都可以變成一個學習的空間 那台灣要如何改變 當然一方面是寬屏人權 這個都沒有說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也很重要 就是讓冠型教育 就是國民教育 的朋友們可以參考我們實驗教育的經驗 那直接去把旁邊的社區 或者社群想要解決的經濟環境社會問題 直接變成大家創作的這個源頭 那大家這個藝術的介入或怎麼樣 在以前社群造啊或什麼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要到碩士 你要做一個碩士的project的時候才能夠介入 那現在大學透過這個高教生跟大學社會責任 U-Start創新創業等等裡面的社會創新組 已經到就是在大學部 大家就已經可以參與了 那按照我們12年國教 今年的這個概念 其實大家在7年級 10年級 甚至小學1年級的時候 現在也都可以參與了 以前可能是社團第8節課等等 才能夠參與的部分 現在可以堂而皇之等 在學校課法會的同意之下 因為柔性課法 教育部不在操控 你要用什麼方法去學 所以每個學校可以自己決定 所以有些學校就已經 把他的地方創生的這個project 當作他的學校的課程 像我之前有去新竹縣的一個叫 島山鄉這個新城封堂啊 新城社區 那就是有很好吃的這個爆漿黑糖滿頭 別的都忘記了 好吃了一定記得 那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他的很多視覺設計 甚至互動設計 其實是高中生就在做的 那如果你在高中階段 就已經投入了社區營造的工作的話 那當然到了大學 你就會繼續往這個方向去學一些 對當地的朋友們 繼續有用的一些事情 就不會覺得好像學習 只是完全為了這個個人化的 career ladder 就是去爬這個所謂競爭力的階梯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 大概都是滿好的 也正在往這個方向改變 那我們知道12年國家 比較有專屬的網站 所以我就不在這邊背書了 嗯 有61位朋友們問說 可不可以請邱老師 我們不要寫筆記啊 我們想要專心性命的演講啊 那我不知道邱老師有什麼回應嗎 好 好 OK 好 所以你看 這是所謂的居數力結構啊 對 我之前在那個中山大學演講的時候 有一個很高票的問題 是說可不可以請這個學校 不要再拖掉我們的摩托車喔 那 但是那次的居數力結構 就沒有這麼強 所以老師還是不錯的 OK 好 好 有3歲呢 問說對於愛情 我有什麼看法喔 嗯 我其實是覺得說 我上次去台電演講的時候 有一個很像的題目 那才上個禮拜而已 然後 因為都是台電的職員喔 然後就一堆很震驚的題目之後 然後就差不多也是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問說 請問政委要如何用愛來發電喔 那底下全是台電的 台電的很多中階高階幹部喔 那如果是舉手發問的話 絕對不敢問這一題 但是就是因為匿名發問就會問這一題 然後下一題是說 請問有沒有可能把這個台中市府斷電喔 這個匿名發問就會有很多 很了不起的題目會出現 對 那我記得我當時對台電的回答是說 我覺得這個愛情當然是非常有初戀的感覺 而且在主觀上面很可能 比就是手伸到110V的插座觸電的感覺還要高 但是那個並不是真正的電反應 那個是電化學反應 那就是在腦裡面啦 簡單講是就是個人小劇場 兩個人的這個inter subjective 小劇場 那如果你真的把它放到台電的虧欠的話 其實也是發不太出什麼電來 不過如果有台電的朋友要投入這方面的研究的話 也是可以投入這方面的研究 相信這個台電也是會這個 如果在中間有產生出什麼好的論述結構的話 也是可以拿去用的 當然技術裝置是不太可能真的拿去用的 那所以等於就是在鼓勵台電的朋友們 投入藝術的創作 對 那所以我只覺得說當然 這個就像什麼呢 就是歡樂無法 當然這個提名一隻六子嘛 對不對 我們的神獸 擔任部分區的第一名 那但是因為他們成立的時間比較晚 趕不及部分區的登記 那但是它這個產生的效果 就是大家會去想說 如果讓動物或者讓很年輕的小朋友 或者甚至讓一條河 一座山脈 進入我們的待遇結構 到底民主會有什麼樣子的轉變 大家想像光線就打開了 但是比它實際上我們叫做acting out 就是真的去牽隻狗到立法院的狀況 顯然是更有說服力 所以有的時候它並不需要去實現 它只要提出這個願景 它就會改變這個大家想像的這個 那我覺得愛情之餘 這個我們的生活 也是一個很類似的一個情況 那就是它是揭示一種 就是關於自己的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它不一定要完全的去act out 那時候不act out 反而是更有這個人格的改變的效果 那所以這個問題已經自我取消了 因為不用寫筆記了 所以筆記寫不完也就無所謂了 大家不管寫到什麼程度 就寫到那個程度就可以了 有29位朋友們想要附喝酒的一個詢問 這蠻好的就是 我們可以發現說各種各樣子的 就是我們本來以為沒有能動性的物體 透過slide都可以來提出一個詢問 所以酒就問說請問我會不會覺得 喝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就是取得了能動性 好 那我其實沒有喝酒的習慣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酒量是非常差 所以 但是我酒品蠻好的 因為我一旦有一點點醉油 我就會直接昏倒了 就是直接睡著 但是這樣子好像也沒有什麼很好的 就是作用 就不能促進社交生活 那所以我好像不是酒的target audience 所以我對酒並沒有什麼使用的方法 就是我沒有什麼use case 那所以每次要進酒 什麼樣的時候 可能就是倒一整杯酒 那我就是應酬這個結束的時候 那杯酒的水位還在同樣的位置 就是心力如一 但是沾到嘴唇 就會絕對不會 就是實際把它喝下去 所以我跟酒的配處是非常的陌生的 那當然我也了解到說 對很多藝術創作者而言 酒也好 或者其他的物質也好 那是創作生活的一部分 對於我來講 可能比較不太需要酒 可能是其他比較草感的東西 那大家請不要想玩 我想要吃薄荷 薄荷 OK 那 OK 三十九 我也可以問說 邱老師說的少女號 好差女號 是不是這字不用寫 當然是這字不用寫的意思 如果不是的話邱老師就會更真 OK 那大家拍手吧 請各位寫心得部分就好了可以嗎 好 可以 筆記的部分不用寫 心得的部分還是要寫的 那所以大家現在就可以稍微 開始共筆一下心得的部分 好 那 有開始了 各位朋友們想要知道 說知道外在打扮偏向中性 而在藝術上的當中 也有許多人關注性別 想要知道我關於性別認同 跟藝術之間的關係和看法 其實我覺得 剛剛講的其實所謂的那個 range比較寬 或者是說 taking all the sides 就是去從不同的文化的角度 所謂transculturalism 就是 就是 好像遷行自由一樣 也有在文化之間移動的自由 我一直覺得這個是 不管我的政務工作 或者是我其他方面的 詩啊 繁尼啊等等工作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核心 就是說 我不會覺得好像我一定要 把一半的人看作是跟我不一樣的 或者是說 把所有不是很文化的人都看作是跟我不一樣的 就是 我並沒有覺得看到誰我就標籤化說 跟他那種哪裡不一樣的這個感覺 所以 這樣子的傾向 我覺得 就會變成是說 會 比較傾向於一個人的價值 去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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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創作 而不是說他的標籤啊 他的階層啊 他的 其他的這種外在打扮啊 等等的 所以 這是我自己吧 那當然我也不會覺得說 每一個人他在創作的時候 這些標籤一定是壞的 因為畢竟你要先擁有某些標籤 你才能抄課這些標籤 但是 對我來講的話 因為我注重的是 就是比較生命的體驗 所以 比方說我經歷過兩次青春期 那這兩次青春期的體驗 當然都各自不同 但是讓我能夠更好的去 統領就是大家所經歷過的 不同的青春期的狀態等等 那等於是有一個共同的 基本的詞彙 但是就是共同的語言 所以我會覺得說 認同是 覺得我跟他相同 但是這個 我覺得我跟他相同 這個我可以是數位 就是有好幾位 就是 有些部分跟這個文化相同 有另外一些部分 跟另外一個文化相同 另外一個部分跟其他的文化相同 等等 那所以不會覺得說 好像認同之後 對其他的東西 就要認譯 認成不同 那我想就是我的一個看法 帶起來不一定要同意 或者是不一定要 覺得是 就是要學詞的部分 有27位朋友們說 依據對社會帶來不同的可能性 某種程度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也沒有反應在整體的薪資收入上 對比像資工科系 電信科系這些熱門的科系 請問對這個現場有什麼見解 我想就是我們在薪資收入上面 它反應的其實比較是你在經濟系統裡面 面對這個經濟系統的生產 或者再生產的potential 但是它不包含其他的社會系統 或者環境系統 其他的東西 那好比像說 我之前有去一個社區 那是達魯馬克社區 因為就是之前才在開店演講 所以想要多些開店的例子 達魯馬克社區是一個很有趣的社區 他們是透過太陽能 透過小水力發電 透過風能等等 它是完全自給自足 實際上超出他們平常要用的電力的需求 但是他們當然目前在弄一些虧錢的系統 希望有一天可以賣回去給台電 但是總之它是一個 就是微信電網的一個很好的一個實驗的地方 那所以在那邊 因為電力的供需是自給自足的 那你可以想像說當電 就是電力的維修 可能一些基地台的維修等等 就是當然包含農作物啊等等 當你一些生活必要的所需 我們現在知道可能電力跟無線網路 還是就是最基本的需要啊 那這些都已經可以照顧好了之後 其實你不一定要進入那個 就是可以貨幣化的交換系統 你就可以在那邊很安心的去創作 那也不需要特別去想說就是薪資多少 可以說這個是跟這個匯率是脫鉤了 那我想我的point在這裡是說 如果你的工作想的是你對社會的貢獻是不可或缺的 那你中間不一定要經過一個貨幣化 然後商品化的過程 你就可以直接進入你想要對話的那一個社會 而現在至少在台灣很多包含這個原住民族 他們正在透過藝術來重新設定他們的就是族群認同啊等等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會非常需要藝術方面的介入 那這個社會價值可能它就不是我們透過就是資本 或者是透過貨幣化可以去衡量的吧 所以第一個我的見解就是說 如果你在意識你的社會價值的話 其實通常你只要用類似像訂閱式群木啊等等的這種方式 你就不是薪資 因為薪資它是有一個指揮監督的一個勞動嘛 通常是有一個復用關係 即使沒有復用關係有一個買售人嘛 那這個買售人要求你去做一個勞動 所以你把你的藝術創作一定程度上轉化成可商品化的勞動 但是如果你是透過像訂閱式群木 這樣子的方式去支持你的創作的話 那大家在贊助你的或在買的 其實是參與你創作過程的這個權利 而不是你的特定的勞動的成品 那所以如果它的導向是過程而不是成品的話 那你的藝術的創作自由就不會被干預到 就是如果不喜歡你創作風格 那就不要繼續每個月給你錢吧 那這樣就好了 所以就是說我們現在透過很多數位的平台 它已經可以很大程度上面的 讓大家不用特別在中間去貨幣化 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在Patreon上是贊助很多人 沒有很多啦 可能三四五 對那別的是在別的平台上 對因為用的平台是很難多的 那Patreon它這邊就會有一些概念 就是說不管你是做影音的做Podcast的做插畫的做寫作的做等等的這些事情 那或者像我們剛才這個是 應該是Visual Artist 謝謝藝術 那它都會有一個就是一些Showcase告訴你說 就是整天在做這樣子的創作的朋友 怎麼樣子去設定它跟它的群眾的關係 然後就可以花很多的力氣是在創作本身 那甚至可以運用願意贊助你的人 那比方說這邊有很多Pentatonic 可能大家都是都有聽過的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去結合 支持你的創作理念的朋友 然後甚至變成你的創作的來源 素材的來源 或者是合音啊 或者是其他的創作過程的來源 那這個其實你的薪資收入就變成是 你不斷的告訴大家說你創作出大家覺得喜歡繼續看到的東西就可以了 它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薪資 因為它並沒有一個買手 它的對價是你的創作裡面這邊 而不是你的創作的結果這邊 它比較不需要說好像你得專門賣給特定的一個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現在透過群眾 透過平台經濟這個概念慢慢的在鬆動 大家如果再覺得說我一定要是透過就是薪資固定勞動 固定的僱主等等的方式 才能夠去繼續持續進行藝術的創作 那有三十一位朋友們詢問說這次宇宙答對了 所以我就想不過這個問題了 當初因為韓國瑜是上演號 庶民上演號 所以吸引很多的支持者 那現在新聞爆出它的財產而證實 它根本不是庶民 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不離不棄的一種支持者 其實我認識蠻多長輩的朋友們 現在是這個韓國瑜會選人的支持者 那我們一直都是持一個很正面的態度 因為我們知道怎麼講就是參與社區活動 充分的社會化 曬足夠多的太陽等等 其實是長期照顧裡面 預防性醫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我覺得它整體上是讓我們的長照成本 這個下降非常多 因為是讓很多有一定年紀的朋友們 他有一個生活的重心 那其實重點倒不是就是韓國瑜會選人本人 他的證監或者怎麼樣 是他給這些長輩朋友們一個很好的理由 可以一直去做社會活動 那這些社會活動他們也產生出異議 因為不然的話 如果他整天只是在亂群組提醒他的家人說 什麼沒有什麼一起吃會怎麼樣 或者是什麼東西微波之後會有什麼結果等等 其實是很難提升他在家裡的這個 成就感的參與感 但是如果他實際是出門 然後真的去參與實體的活動的話 那這個就是tangible的interaction 可以感受到的這種社會感受 其實是非常令人振奮的 那所以我想這個不離不棄很大一部分 就是因為很多社會關係是建築在這個上面 甚至有些學部會直播的 也因此學會直播了 有些學會很多社群工具的 現在也因此學會了一些社群工具 所以不但是對於這個終身學習非常有幫助 對於長照就是延緩老化還有幫助 我想對於就是整體大家的性感感的提升法 多少也有一些幫助了 那所以我想重點倒不是政見或什麼的 這個當然是其中一個理由 但是我想很大一部分就是說他彌補了大家之前 可能比較沒有的一個社交的一個需求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離不棄是 我不覺得是一件壞事 有三十五位的朋友們 歡迎說 可以即興一段 你看MOTEN的RAP 這個即興的意思是讓我不看稿 試試看 大家有可能會想要聽哪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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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們要點歌呢 那就不如就第一段吧 這個簡日不如裝 先這樣子吧 先這樣子吧 其實我這個人的好處就是我不懂 我就直接說不懂 我其實不是很懂 我學的音樂就剛剛好 夠可以看無線譜 然後能夠用Garage Band 然後能夠處理音樂檔案 然後所有其他的我都已經交給電腦去做了 所以我對於音樂是抱持著一種非常就是 就是amateur的這種心趣 然後事實上是蠻 其實這樣子講的話 其實我對詩比較有感覺 那詩如果捧巧配上聲音的話 那就是對我很有說服力就是音樂 但是如果他沒有辦法抽看音樂 還構成一首詩的話 那我對他就比較不太有感覺 所以我想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很喜歡RAP 因為RAP你去掉這個旋律 就還是詩嘛 對那所以就是HIPHOP整個類型應該都是這樣 所以對我來講 我還是把它當作是 就是語音文字藝術創作的一部分 那旋律是就是幫助我去進入那個狀態 或幫助我自己的一個方法 那我其實對於樂器的掌握度也並沒有特別好 所以這一題我想就只能跳過音樂 我主要還是做文字跟音樂工作 其實對音樂的未來也並沒有任何這個高明的見解 那有33位朋友們問說 維基百科說八歲就開始寫程式 怎麼好?關於維基百科寫這麼詳細 我有點害怕 有括號 這個是 這個括號用法很好啊 這個就是這個 under duration 就是anyway 那像千萬覺得城市語言 是不是能夠成為人從小應用的母語之一 雖然文法跟語法是不太一樣的 當然就是說現在其實八歲學Scratch 已經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 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那Scratch就是一個非常互動式的寫程式的介面 有非常多的八歲小孩 沒事就是 在上面去看一些遊戲 然後 好比上說 很多寫到狂龍的原因不明 然後 或者是光劍的原因不明 然後anyway 然後 那 其實我不知道 光劍要看嗎 所以你可以改光劍的顏色 改光劍的型態 它只是餅的位置而已 那 喔 還有另外一面 還可以轉方向 什麼之類的 好 還算不錯 然後 在這邊就 這個已經變成水管了吧 那 就是 那些有的沒有的 就是說 大家對於這個 就是寫程式的概念 我覺得已經跟我自己 當年不太一樣 當年比較像是 個人的 就是 單機版的遊戲 那現在寫程式 不管是在 業界實際寫程式 或者是在 就是 這種Scratch 這種Playground 這種Shop裡面 大家都是先看到這個程式 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 以音樂作為比喻的話 就是不是去看那個譜啦 先去聽它的那個旋律嘛 就是互動的可能性是 它的旋律 那這個音符是程式碼 所以先 感覺到那個空間的互動的可能性 那你按Cinsight 它再把這個程式碼給你看 那這個程式碼 又是很像樂高一樣的 你可以很容易堆疊在這邊 就可以去改變它的參數 跟它的邏輯的方向 那這個Project是 非營利文目的的 MIT的一個Project 但是 是樂高獨家贊助 所以我不確定有沒有一些 潛意識的業配 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說 你就可以像疊樂高一樣 很容易的去改變它的邏輯 然後 創造出關於你的 想法的一個Remix 就是一個混搭 那所以 我覺得現在 對八歲的小孩來講 這種具象的 你可以靠脫移 就可以完成程式設計的 大部分的力氣是花在 把人家已經寫到一個程度的混搭 然後再分享出去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但是 這就跟我們 所謂的母語這個概念 就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它的 互動性 視覺性 比較強 所以它比較 真的比較像是一起在玩殺 一起在疊急 等等的這件事情 而比較不是去掌握它的 文法跟規則 因為文法跟規則 大概都是 由介面來幫你處理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是很好學 而且大部分小孩都會覺得它很好玩 但是我比較不會用母語來形容它 我會覺得它就是另外一種積木 就是另外一種表現的工具 那我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另外一種instrument 那至於這個維基板科 為什麼可以寫那麼詳細 因為其實我是不可以去改 我自己的維基板科的 除了措字以外 那我如果自己改的話 是所謂的這個設計修改 會被退掉 所以我就是也只能看 那些維基板科裡面 為什麼能夠這麼詳細 是因為就是我媽可能從我八四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Document 我的生活 就是當時在兒童日報 國語日報上面 每個禮拜都被騰到我成長的軌跡 那所以 它就有很多citation可以用 因為維基板科 你只要有兩個以上的print source 可以使用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當作事實一樣的寫下來 所以雖然裡面有一些不法文學創作的成分 但是因為都有citation可以用 所以就可以寫到非常非常的詳細 那其實不只你有一點害怕 我一開始也有一點害怕 不過 因為我從八歲就開始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心理學上有一個叫做 desensitization 就是解密 就是你可能本來怕蛇或怕什麼東西 但是你從八歲開始每天就給你看一條蛇這樣子 然後久了你也就麻痹了 而且也會覺得說 你蠻可愛的吧 互動一下這樣子 對 那所以經過30年之後 這個解密已經完全完成了 所以我對於我的人生被詳細的道具 目前已經沒有任何這個心理上面的阻撼 不過也是經過很久的一段時間才變成這樣 有32位的朋友們這個說 在清華之前請到的講師裡面 很多講師都是提到了 藝術跟科技這方面的跨領域的人才合作 想請大藝的心聲要怎麼進入這個圈子裡面 或者怎麼結識在不同領域方面 能夠提供合作的夥伴就很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G0V這個社會創新的社群裡面 基本上就是靠吃東西 所以就是每次都會很固定的 有每一兩個月就會有一個大型的黑客送 那好比想說接下來就是在台南 全台手學的黑客送好像不錯 然後 全台手學 那基本上就是去然後就吃東西 沒有什麼別的需要做的事情 對那但是你到那邊就是 莫名其妙就會聽到很多很好的主意 就是所謂的坑 那然後就會開始掉進去 就開始填坑 那這個坑又會帶你認識更多的人 然後又會去參加更多的黑客送 然後又會開始填很多的坑 像我之前有一個不小心掉進去的 就是有稍微幫忙設計一下這個logo的 這個叫做這個愛戴音 就是把我之前有做的一個叫做蒙點的 這樣子一個東西 它是把這個台語啊 客語啊 英語、法語、德語等等的 就是包含筆畫啊 各種拼音啊 等等這些東西 都完整的把它在同一個界面裡面呈現出來 但是這裡面只有這個 在字典裡面會收入了詞 那當然有很多例句等等 可是它並沒有這個新的詞 比方說它就沒有寶可夢啊 妙蛙種子啊 燈火龍啊 水煎鬼啊 等等這些 台語應該要怎麼講的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在這邊做的事情就是 大家就會徵集各種新的詞 然後大家一起來想 怎麼去翻譯 好聽到寶可夢就可以翻成Pokemon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讓長輩跟這個年輕人 都有充分的參與的這個空間 那在這裡面其實就有非常多做文學 做藝術 甚至做音樂的朋友們 做影片的朋友們 有參加這些題目 那因為這個題目 並不是專門由科技人做主導 其實裡面寫成實的可能已經不到三分之一了 所以每一次在G-Limia活動裡面都有很多 大家可以就是組隊打怪的地方 那當然有些很成功用spin-off 像不會無雙啊 就spin-off 就變成臥草了 所以也可以在這邊去找到很多就是創業的夥伴啊等等 所以我想多參加這種不是以競賽為主的 而是以就是認識朋友為主的 齊齊和和交朋友為主的 類似的黑客送這樣子的活動 我覺得是滿好的一個跨領域的一個地方 有三十位朋友們想要詢問對於下引號人生這麼有趣 何必有意義下引號這句話的想法 那我覺得這句話蠻有趣的 這句話到底有什麼意義 但是它蠻有趣的 對 那我覺得每句話它能夠產生的意義 其實是在他寫的那個過程裡面 對這個作者產生的意義吧 那其他的意義就是有共鳴或者沒有共鳴 我覺得那都是不能強求的一件事情 但是只要你在創作的時候 不管是覺得有趣還是有其他的正面的一些情趣 那我覺得至少這個創作本身對於你就是一個有意義的事情 那所以我想人生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在每一個當下只要你覺得說 在那個當下你是按照你的興趣而行 那它可能會對別人產生意義 可能對別人不產生意義 但是我覺得這個人生本身就已經是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不需要往彎去證明說它是有意義的 有32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可不可以介紹我每天的傳遺搭配 那基本上就是各位看到的這樣 那新竹這個風滿大比較冷 所以剛才有一件封印 但是就全部是這樣的 那所以裡面這一件就是每一次每一季 大概就會有買至少三件起跳吧 有時候十件 就是都一模一樣的 那也都很好寫很快乾 那所以就是基本上每天都想都不用想 就可以這樣子就是拍這個預錄啊演講啊錄影啊 那這個為什麼有其必要 因為很多時候我是在好像剛剛講羅馬大學 或者是接下來其實很多地方都是先放一段預錄 然後放了預錄之後再透過視訊去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每天如果都穿一樣的話 就不用特別去想怎麼樣聯繫啊 就是每天就是反正都一定聯繫 所以大概就是每一年 至少在換季的時候 會去想說那接下來就是 至少接下來三個月上半年啊 大概都要穿這個樣子 那就去把這個材料 尤其是就是會流汗啊 就是裡面的一間會多採買一些 然後就每天都不想都不用想 就可以穿一樣的東西啊 那在這一點上 跟那個Steve Jobs的想法是非常的相像的 不過他當然不是每一年要換啦 但是就是都不換啦這樣子 有三十位朋友們這個想要詢問說 會有因為思維獨特而無法與別人產生共鳴斜線 被理解的感覺喔 其實第一個不會 因為思維獨特的好處就是 比較不會別人有成見 像為什麼我剛剛舉寶可夢當作跨世代溝通的例子 因為我們常常在街上看到 可能阿公阿嬤帶著這個孫子孫女 這個出去抓寶可夢 但是你很難覺得是長輩在帶玩輩 或者玩輩在帶長輩 因為每一次新的關卡 新的要收集的這些寇袋關秀 對雙方都是新的 只要一個東西足夠獨特 對雙方都是新的 就不會有誰走過的橋筆 誰走過的路多 誰吃落的眼筆 誰吃落的米多 等等的這種 就是prejudice 呈現所帶來的一些問題 那雙方都可以有所貢獻 好比像說阿嬤媽可以說 這邊之所以抓得到 這個是因為這個以前是一個勾菌 這個以前是水 什麼之類 可以有些人文地理上面的貢獻 那當然小輩就可以有些二次元方面的一些貢獻 知道說他在加工世界裡面的故事是什麼等等 那所以只要雙方都有貢獻 我覺得就很容易呈現共鳴 那這個共鳴比較是互相創造的 那這個搬來的這樣子的一種共鳴 比較不是說好像個人的感情被理解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兩樣是要有所區分 就是我現在在做的大部分都是social production 就是大家招著 他強要永續發展目標 然後一起去進行創作 那但是比較不是說好像我代表的永續發展目標 然後我個人被理解 所以我想互相理解 就是互為主題等等 這些東西 這種我是很擅長經營這樣子的空間 但是這個有一個前提 就是说你是有点自足的 就是self fulfilled 就是不是好像急着寻求别人的了解 而是有额外的mental capacity 所以额外的心灵上面的空间 可以去了解别人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共同创作就比较容易 那在那个之前 就会比较有被理解的需要 那有二十三十万的朋友们问说 原本喜欢艺术的创作 那以前很认定自己绝对是喜欢画画的 但是身上大学者会顿时失去了目标 好像没有那么想画一辈子也失去了热情 反而对艺术不相关的事情想要多尝试啊 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问号 老师有迷茫的时期吗问号 其实我每天都蛮迷茫的 因为我的这个习惯是说 我睡前会把所有待办事上都请Email都回掉等等 除了小时差的时候真的没办法之外 只要比较正常的运作的时候 其实每天都是今日是今日比 那今日是今日比的意思也就是说 睡前总有一段时间完全不知道该干嘛 然后呢通常我做的事情就是刚刚讲这个悬浮的注意力嘛 那可能听点东西可能是写写诗或什么之类的 有时候灵感就会出现 然后就会花一点时间做翻译啊等等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要拿这些东西做什么用 然后也不确定我醒来会会有这样的热情 但是他就是一小段时间 那我一醒来之后就完全跟昨天的那个就好像稍微有一点点距离 就是可以拉一拉去去看昨天到底在干嘛 那今天的话因为反正昨天也把该会有心都回完了 所以今天也没有一定要做什么 所以我常常一醒来就是在这种迷茫的感觉里面 那但是当然现在工作有个好处啦 就是至少要比方说像演讲 我即使完全不知道要干嘛不知道要讲什么 大家还是会透过slide告诉我刚讲什么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方向 我不知道什么目标的时候 其实透过这样子一种光通创作的空间 暂时把自己的目标暂时先放下来 然后先到一个社群里面或到一个社区里面 暂时先suspend judgment 就是先不去评判说这个跟我的目标有关 或者是跟我的目标无关 而纯粹的就是让大家所关心的事情经过你 但是又不停留在你里面 那这样子其实慢慢的 对于你本来的那个创作美才的感受 我觉得慢慢就会回来 因为其实画画它是把你的就是内在的感受 或你的vision整建出来给其他人看的一个方法 但是你内在的这个vision的充实吧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靠很多不同的 刚刚讲的transculture 就是跨越各种不同的文化来达成 所以我觉得没有目标的时候 也许反而就是最适合就是漂流一阵子 然后让别人的愿景别人的文化等等进入你 但是不要停留在你里面的这个方法 至少我自己大概都是透过这样子在做 那直到一天结束下班之后 我才开始去想说 那我在今天所听到的感觉到这些东西 有没有一些共同之处 有没有一些是我可以用几句诗或者一些翻译或者一些音乐 把它捕捉下来一些方法 当然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理解 不过这是我个人的做法 也不一定真的这个要适用在你身上 有三十二位朋友们问说 相信我老师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岁数就如此成熟于完善的想法 是有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其他的刺激吗 还是只是单纯想法思维跟别人与众不同呢 我觉得有受到影响 真的要说影响的话 可能是还是回到我的家教 就是我爸妈 那我刚刚讲的我妈的部分 我爸的部分是这样 就是从小的时候他就采取一个他很得意的叫做苏格拉底的产活法来进行教育 那这个做法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只要是想要什么 或者是觉得今天想要做什么 或者是想要改变他设定的规则 或者想要做什么 一切都可以 但是呢我必须要讲出一个道理来 那但是我讲出来这个道理不能只是一个好像个人的意志的强度 就是我就是想要不行 我必须要做出一番论述 就是这个对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公共利益 然后对于其他人怎么样不受 就是不受我的这个个人的愿望的负面影响等等 都要讲 那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挑战说 你刚刚讲的跟你上两句话讲的似乎有彼此矛盾之处 你要不要再想清楚一点再想清楚一点 那我常会问出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没有 我只是要确认你的想法是前后一致的 那苏格拉底就是在对话录里面 这个按照报道图的记载 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做 那所以我从小就是就是被这样子教育 所以我后来就扬成一个习惯就是说 我不管想做什么 我只要能够提出一套论述 然后让大家理解到说 这个对他至少都没快出 那这样的话我就想做什么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它其实是一个哲学的训练 就是怎么样让哲学不是很抽象的东西 就是进入每一天的就是Plexus就是实践当中 所以我觉得还是受我看来影响还是蛮大的 那所以 这样子的话其实与众相同这个幻觉 一下子就被抛开了 因为每一个人他自己想要发展的方向 想要解决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 等等一定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人生经验不一样 人生经验不一样 人生智慧当然也不一样 不像人工智慧 只要train的东西一样 出来的东西都一样 所以人生智慧竟然都不一样 那本来与众相同就是一个幻觉 那是conformance 就是说你先牺牲了一些你真的想要的东西 然后目的只是要获得消费的肯定 那但是可能因为我很早就被我爸这样子磨练 就是说重点不是消费肯不肯定 而是说你随便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是不要造成整个社会的负面的影响就好 那还有环境的负面影响就好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很早就开始觉得说 那根本没有什么与众相同的这个概念 因为本来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家教我觉得还是很难充当的 有33位朋友们问说 之前为什么有一种字 为什么没有想法 去直接写信给国外的教授讨教 然后自己创业 15岁的时候还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基本上就是因为隔着网路 没有人知道我才15岁 如果隔着网路 大家就知道我才15岁的话 我觉得我也会觉得这个害羞啊等等 但是因为隔着网路 没有人知道我的年龄也不知道说 我英文其实不怎么样查了很久的字典 才写出那封信 甚至有的教授直接用汉语评音回信 我根本英文就白翻译了 根本会中文 那但是在各种各样的回应的情况底下 他都是把我当作一个对等的一个 另外一个研究者 那所以我觉得 确实网西网路是一个great equalizer 就是说不管你的实际的就是社会状态 在你的邻居当中是什么 你只要加入了一个社群 那他就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那在这个上面 大家都可以平等的 像我刚刚讲到跟教授信件往来 那是在一个叫做archive的一个平台上 那在上面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就是大大安安住哪 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 而是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友平台 它其实就是一个留言板 类似像就是BBS这样子 其实说发的不是废文是论文 然后呢在这上面就是好比我说 我对运算与语言非常的感兴趣 那所以从当年就是我15岁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这上面的paper 想办法把它的reference把它看完 然后觉得有什么想法就写信给你们的作者 那作者就会觉得说 诶 有人回我的推了好棒 然后就会开始能够一起做一些研究的案子 所以其实我一直到今天就是在当Ditional Minister 我还是回馈这个社群 就是我们真的做了什么事情啊等等 我们还是会发paper 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是会直接发在上面 我们跟加拿大的朋友们做的一些共同创作啊等等 都还是放在社会学科的archive social archive上面 当然如果你对生物医疗有兴趣 还有bioarchive等等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勇气啊 而是因为有一个社群在这边 那在这个社群里面本来就把我们本来会 因为标签或者因为年龄 因为什么东西去拍到一个人 的这些东西都播出了 那每个人只是透过他的研究的兴趣 来彼此之间互相结合 那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社群 没有这个文化的话 其实我也不可能觉得说 诶 那我就可以自己创业 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社群 有这些文化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诶 他们都这样子说 那我这样子说 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同样的就是 不是你的兴趣本身就可以带你去找 而是找到一个社群 所以这个社群每个人都在做类似的 风鸿连连的这种事情 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他就不会让你觉得说 诶 我好像特别很独特的 等等这样 那有32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很好奇 为什么大家普遍批判 并且关注很多人的豪宅们 却选择性不关注蔡英文的豪宅 这是不是一种民意操作 其实我不确定 这个豪宅们这三个字 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 但是以我的理解 其实就像 就是刚刚也有朋友们提的 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种上引号的庶民 下引号 把引号拆掉的这个过程而已 那我会觉得说 把引号拆掉当然也许是一种策略 把引号加上去 可能也是一种策略 那这个都是选举里面的 当然会发生的这个语言操作 但是因为就是 蔡英文之前本来就已经选过总统 还不是选过一次 那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以我的记忆 其实这些都已经被提出来过 所以对大家而言都不是新闻了 那不是新闻的自然 媒体也不会特别去报道 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出马诊 出国一次就没事了 所以以我粗浅的理解 那也是这样子 那有37位朋友们很认同助教的 这个一个想法 就是说为同学发言的同时 要请注意礼貌 那就是 非常感谢助教的提醒 好 那有35位朋友们问说 台湾是不是真的民主 大家目前的一面倒 支持香港的反送中 只要出现稍微不一样的意见 就会被群众打发 这种群众普遍的话 接受不同意见的现象 是不是我们所自豪的民主 不过你看这位朋友 提这个意见就没有被打发嘛 那所以是告诉我们说 其实还是有很多空间 是可以去传达 就是比较小众的 或者是比较 不为主流的风向 所接受的意见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 不会推动 如实名指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有很多时候一个小众的意见 他必须要在一个匿名 或者是有匿名 在这个环境里面 才能够发展出来 那发展出来之后 他当然可能一开始只是 所谓的小群圈 啊 群绕啊 同温层啊 等等 但是也不是坏事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就有这个机会去论述出 让旁边人更能够接受的 的一个主意来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一定程度上不要 只一定程度上保留一个 你可以在相对匿名的情况下 那好比像说 我之前常常用 现在没有再用的一个 社交平台叫做Polong 那Polong里面就有很多种 就是匿名 半匿名 偷偷推 什么有的没有的这种设计 那他就可以很大程度上 也让人Cook 各种不太 popular的主意 但是慢慢的还是能够进入一个 至少在同温层啊 是被接受 或者是至少被接受 到一个程度的主意 那就不会觉得好像 你只要稍微偏离主流的意见 就会变成好像没有人 能够跟你摸摸摸摸 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的 一定性也是 就是让这样子的意见 以及民主 可以出现得以深化 很好的一个地方 那我想我们再处理一个问题 我们就看现场有没有朋友的举手 对于有32个朋友们 对于中国社会 是应用评分政策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当然就是在我们这边 我们在讲开放政府啊 透明啊等等 指的都是让政府这个 对人民透明嘛 所以我们的重要平台 才不是只有行政院 而是包含各个职项市 跟现实 包含我们的省计部 行政院里面包含 不只是我们的 倡议的联署的部分 跟法规的部分 甚至也包含 预算执行率的部分 大家一下子可以看到 我们2000多个中上线计划里面 大家最关注的是 长期照顾啊 物学下水道啊 社会住宅啊 资料开放啊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 就跟我们的 国发会的管考处 跟我们的监察院 看到的资料 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是用机器 自动借捷过来 每一季 常照做的那些事情 那完全对大家透明之外 各位的这一个意见 那卫福部 也会回来说 也让我们某一季 发现大家 都对和小有些看法等等 所以我们也调整了 这方面的作为 那这个目的 都是让整个决策的流程 也不只是决策的结果 对大家透明 那social planet 当然是反过来 就是它是希望 人民对政府透明 也就是说 你不管做了任何事情 它有影响到 所谓的维持稳定的话 那这个影响到维持稳定的程度 就可以透过 就是点对点的监控啊 就是你旁边的朋友们的 举报啊等等 去让大家营造出一个 让大家彼此监控 因此可以有效的降低 中央监控大家的费用啊 或者成本啊 跟他们的这种方式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同样是透明啊 也是同样是数位技术 但是是用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 那当然这个也可以让整个世界看到说 数位确实有各种不同发展的维度 那我们全力往一个方向啊 人家全力往反方向 当然可能从他们的角度 或者我们才是反方向 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数位技术的不同的应用 在哪些地方适用 在哪些地方不适用 好 那所以我们大概还有半小时 看在场有没有大家 就是比较习惯用讲的 可以举手法文 老师你好 就是你刚刚刚讲到 网路不采取时 你只是可以让大家有点同温者 那这个也后来延伸出 就是现在最近很流行的网路霸凌 那请问你对于这个问题 就是有什么看法 是 谢谢 确实就是 如果保持一定程度的匿名性 或者是能够使用比例的话 那立刻就可以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发言是不用负责的 那发言不用负责的话 就很容易把这个社交媒体 我们叫Went9 S把它武器化 就是让它变成是 去伤害人的这样子一种做法 那这个可以分成两层的回答 一个是说即使你能够采用笔名 不表示说你不需要 你的这个笔名负责 像PTT就是这个政策 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每个人的昵称 当然 以及他的账号 其实都是化名嘛 他并不是使命登记 但是他有一个很严格的政策 就是一个人能够控制几个账号 然后一个人同时使用多个账号的限制 然后如果一超出这个限制 马上就会跑去英明店 就是账号就会被停用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言论空间 它一定程度上保护你的笔名的这件事情 但是二方面 你还是要为你的这个账号 所有之前做的言论负责 那如果违法版规的话 当然版主可以水桶啊 什么 当然你不服的话 可以三级三线小组长啊 群组长啊 将务站长啊等等 所以我想这是一部分 就是说 匿名或者使用笔名 不代表说这个社群对于言论的使用 没有自律的规范 那有这个自律的规范 他还是会来可以克责到这个账号上 那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如果我们更放更宽一点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注册 任何数量的账号的话 那其实本来PTT 是有点接近后面的这一种 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说 因为现在合成伤害人的 网络霸凌的讯息这件事情 以前你还要去想 然后还要去打字 那现在因为 就是深度学习技术的出现 所以其实你完全可以机器合成 就是一万种伤害人的方法 那其实现在都已经 事实上整篇推文啊 整篇小说啊 都已经可以这样子做了 而且看起来还煞有皆是 所以如果你只是一个推文 或者一个tweet的这个距离的话 那现在你只要去Top 2 Transformer 然后你要挑一个 好比上说 有会讲英语的独角兽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会讲英语的独角兽 然后 机器就会开始自动的去接拢 说什么在安地死山脉 有一群会讲英语的独角兽 按照调查显示 这些独角兽只有几千年的历史 而且最长最高的可以高到四百米 然后如果他们群聚在一起 而且活了几千年的话 他们的大脑的状态一定是非常好啊 然后他的食物还有等等 你知道按Generate Another 他就再骰一个骰子 那他的做法就是去分析Reddit 所以就等于是英文的PTT吧 里面所有被推文三个以上的连结的内文 然后他就自动的去补上 就是去脑补去幻想 It's a surprising discover Because in a typical animal You wouldn't expect to find such a linguistic fluency Researched Dr. Kenneth Perot told the press Yes, this head was moving studying and interacting in English 所以就是说 你只要给他一段prompt 那他底下就会不断的 你可以瞬间就伸出五上千个 看起来蛮有说服力的 支持你的本来的那个论点 或你想要营造的情趣的东西 那因为这样子一种合成论述的东西 在今年已经完全就是变成一个 任何人用自己的桌机或者笔电 甚至手机就可以跑的一个语言模型 在以前是要比较大的消极电脑才能够跑 所以现在就会变成是 你没有办法再靠它是看起来像是复制贴上 来判断这到底是人写还是机器写的 那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PTT后来就把新机账号的主层 目前暂时是停用了 因为他们发现说 如果就是无限制的允许账号的出现的话 那以目前的他们人工的这种 三级三线制度 其实你很难去区分 哪些是机器人写出来的论述 哪些是人写出来的论述 所以目前他们就暂时把它还起来 所以确实你提到这件事情 在一个你一定程度上可以确保 进来的还是人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透过自律的原则 跟机制的设计去管理 但是如果你进来的 是不是人的这件事情 都已经没有办法确保的话 那目前确实非常容易 就被这些东西所淹没 最重要目前身处的时代 那我们众议平台解决这个方法 其实说穿的不止一文钱 就是简讯验证嘛 就是你每次要提议或者连署之前 你要留一个手机号码 那这个手机号码 必须是在地的电信上发的SIM卡 那它会传一个简讯来 那你打数字验证过去 但这个数字就会只留在 这个验证的这个管口 它不会再去传到 其他相关的部位或其他人员 所以一定程度上隐私是可以确保 但是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满号 因为你办满号的时候 必须要去验刷证件什么的 那透过这个方式来确定说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人 所以在这一部分 那就是账号控制的部分 确实是因为AI技术的出现 现在大概都有收紧的趋势 就是大规模的家账号 大规模的就是 Coordinated Innocentic Behavior 就是西班等等的活动 现在大概都是收紧 那但是一定程度上 当你确定你是一个人之后 对于社群的其他人 你还是保持毙命 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去维系的感染 好 那看大家有没有要出手 八位的编分 没有 没有 那我们就继续往自来的处理 底下的问题 有一位这个匿名的南瓜 跟参社会朋友们说 常常在脸书上面看到 关于我使用脑波的仪器来 影响大众的政治倾向的一个传言 必须使用铝箔纸来包覆头部 才不会被我洗脑 那这位南瓜认我很荒谬 但是想要请问是不是真的 以及请问我有什么见解 那其实确实就是如果 如果Google脑波 然后唐峰的话 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事情 那不过其中有一个是 我在法律白话文运动里面的回应 这个回应就是说 2005年 MIT的几位朋友经过实验 发现铝箔纸 不但无法阻挡电磁波 对于特定的波段 还有政府的作用 所以我想就是用铝箔纸包头 只会得到反效果而已 因为它会反而有一些政府的作用 这个其实有一些无线分享器的电线上面 你用铝罐 它一定程度上可以当一个天线的运用 其实就大概可以了解 所以网友也表示 这个半吊子的防御知识成效果等等 对 但是就是我想 第一个当然不是真的 我影响各位脑波的方法 其实远代然影响彼此脑波方法 没有什么差别 就是透过声波跟汪波 但是在这个声波跟汪波 传不到的地方 那透过电磁波也只能透过各位的手机 或者是荧幕上面显示我的录影啊 或者是我的一些 基本上就是跟任何其他人 也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我并不是真的是什么X教授之类的 对 但是当然大家这个X教授 可能就是看太多了 所以多少会有一些联想 但是在此 在此身中澄清 我没有不经过这个光或者声音 或其他媒介 就可以直接运用电磁波 来控制它的思想这个能力 大概是这样 并不是真的变种人 OK 好 那 看等一下 有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回到slider 有三十位朋友们问说 近年YouTuber崛起啊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频道 当然我可以非常这个 业配的说可以看我们PDs的频道 就是 这个 行政院公共示威创新空间 我们确实有自己的YouTuber频道 那不过这个其实是比较记录的兴致 那不过这个其实是比较记录的兴致 所以 就是 热门影片 第一名竟然是综合所得税电子结算 甚至要作与线上版教学音音 anyway 然后也有 刚刚提到这个 就是透过机器人嘛 透过这个媒介 所以也有360的 就是我靠去故宫南院 然后 透过一台机器人 我在台北 然后请故宫的院长 导览 然后 大家 透过方面聊天室问问题 然后我就 一面移动 然后一面把大家的问题带到 带到 这样子中 有疑心 所以 对如果感兴趣的话 多少还是可以 关注我们的频道 所以从我回小度来看 也算是YouTuber没有做 那 只是我们不会特别的去 包装 我们做出来的成果 像 我的演讲等等 大概通常都是一道危险的上传 但是 因为上传的时候 我们都是采用CC授权 就是 只要居民就好了的 那一个授权条款 所以 确实有很多朋友 直接拿我们的频道的朋友 然后去混搭 然后去创作成蓝人包 创作成一些比较短的素材等等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等于我们是一个YouTuber的素材库 而不是直接经营一个YouTuber的这个频道 那所以 我想 如果大家 对于成为YouTuber有兴趣的话 那就比较不是媒体试读 就是跃听者 或者比较是媒体素养 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在传播者的话 那我们很愿意担任一个 就是读酷素材酷的一个角色 那三岁们问说 对于这个开放性交往关系的看法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看法 主要原因是我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 就是Polyamory这种事情 我会觉得说 就是 如果没有第一手的经验的话 很难透过抽象的东西 来了解是不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建议还是在 就是 安全彼此尊重的这个情况下 先比较小规模的进行实验 不要一下子就进入比较多的实验 不过当然也许是我年纪比较大的 而过于保守 那个也可以完全不用理我 那有27位朋友们问说 希望艺术船体讲座 可以不用写新的 就可以专心听文演讲 不过刚才听说新的还是要写的 不过我刚刚看有一位朋友已经开了新的贡笔 有个Google Doc 好像在这里 对那所以就很欢迎大家直接开这个新的贡笔 我们来看一下 已经有17 18 19 22 24 29 哇越来越多 30位朋友已经在上面了 所以包含这个我的办公室在C Lab 无告库啊 或者是之类的啊 大家都已经共笔心得了 所以当然老师只说要写心得 没有说不能跟大家一起写心得嘛 所以其实我有很多认识的朋友 如果是学生的话 都告诉我说 Google Doc是最好的一个聊天软体 因为就算在一个平常不能聊天的情况下 助教经过的时候 他乍看之下也觉得你在写作业而已 那然后助教如果要很详细的看你的萤幕 现在不管你的名字全的话 你只要一键按Resolve 只要一键按解决 那个头端串就收掉了 看起来就是一个一般的笔记而已 对 所以我也觉得这个Google Doc 真的是非常适合这个聊天的部分 那当然也有看到公告说 请同学提问注意礼貌 善用编辑公文 让自己看起来很礼貌 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了解 这是一个本公开的环境 虽然大家都是一些匿名的一些动物啊 也有朋友自动就开了聊天串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的棒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Cyber Physical System 就是这个物理空间所相对应的一个网路空间 那我们就在Slido上面是一个空间 但是因为Slido有差点解 我们知道差点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创新 它就可以去往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 之前那个人提出一个新的可能性的时候 都不需要先问过别人 那这个就是网路最可贵的 我们叫做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的这件事情 所以到最后大家的心得可能都长得差不多 或者是长得看起来像一个王臣呢 这个张老师也不得不解释 真的是蛮不测的 OK好 感谢 那所以如果就是还不知道到哪里去 看懂你心得的 就已经知道要去哪里看了 不过还是很建议就是 稍微融合一下自己的见解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自己的见解的话 这个也可以记得说 我们就只要去POP2 TRANSFORMER 只要把我们这个 你的心得的见解的前几句拿进去 那其实他就会把你把你的其他的心得 把他脑补完了 那我们也可以 这也是一种艺术创作 好 有23位朋友们询问说 像请问我认为 艺术人才透过艺术去表达政治里面的方式 跟一般的社会的民族的运动 是不是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不觉得有本质上的不同 因为一般的在社会民族运动里面 也是去 不管你是去唱一定的特定的愿景 去说这个愿景达成了会有多好 这个愿景没有达成会有多不好 或者是说你是透过比较省意识的 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 怎么样才好可以避免掉一些不好的部分 这个都跟我们平常在个人的创作 跟集体创作艺术的时候的setting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都一样 所以我觉得近代的大型的 就是尤其是有社群媒体之后的很多的社会运动 他都没有办法离开 就是要有主题群 MV 要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有意义的这个代表的符号 等等就是这些 让大家把意义细节在一起的一些共同符号 那就算主题群MV跟代表符号都没有 至少会有一个hashtag 那hashtag如果都没有的话 其实很难想象会有什么社会运动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其实真的已经是高度intermediated 就是高度进入中介物的这个状态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透过艺术去表达政治里面的方式 已经直接融合到我们这个intermediated的过程里面去 你真的已经很难去分别这个 他的media 就是他的媒材跟他的透过这个media 想要传递的message 因为如果不是透过特定的媒材传递的方式的话 这个message根本就没有办法构成一个 这个运动所需要的动能 所以当你接受到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已经有这个message 但是已经跟他所采行的那种媒材 已经分不开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几乎已经是同一件事情了 有20多个朋友们问说 像新闻有没有喜欢的电影 或者印象深刻的电影 有 然后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脑里第一个冒起来的就是Arrival 那Arrival我其实是先看到电影再去看小说 因为我觉得小说比较好看 不过当然因为我就是想象力豐富 所以通常觉得小说比较好看 那Arrival它是中文好像异心入侵 它讲的就是一堆外星人到了地球 然后地球人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然后后来就发现说 其实这些外星人是时空旅人 那为什么看是时空旅人 因为他们会用一种 就是类似像表情符号的这种文字 就是打对话圈圈的部分 那就不像书写声音的文字一样 每一个表情符号是没有特定的顺序性的 它就是概念跟概念中间的互相叠合 那所以在多用这个语言之后 慢慢的你会进入一个 没有特别的时间感的一个状态 然后忽然之间就会开始时间旅行 那所以我是觉得蛮有 蛮有启发作用的 然后里面的技术的部分 就是他们为了要破解外星人所写的这些 表情符号的这些墨基 甚至还写Masmatica去分析那个墨基的 就是笔画形状等等 那写的那个人 就是实际提供那个程式的人 好像就是Steve Warframe 就是Masmatica的发明人 跟他的小孩跟他儿子 那所以他儿子的那个Lifecoding也有放在Github上面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窄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重新回去Juice那些外星笔画的话 其实在Github上面都找得到 所以它同时也是一个可以混搭 可以共同创作的这样子一种科技的艺术 所以确保里面的物理学知识 或者是里面的这种Masmatica的分析 不是电影里面那种很抽象化 或者过于浪漫化的东西 而是真的可以跑的尝试 你真的可以下载下来跑起来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已经让我们印象深刻了 当然这个故事的设计也不错 所以在这边也是推荐给大家 有20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目前大家都把这个国民党 这里讲应该是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而不是香港的国民党 化为亲共政党 那目前选战也是一种上野豪 投国民党就会被统一的上野豪 导向在操作 但是事实上你想到了 很多都在中国经营上 那么口口声声说 要与中国切割 清美清日的意义是什么 难道是骗选票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不过我想先声明就是说 我既没有党籍也没有党值 事实上我在做的这一整套 就是开放政府是2014年年底 就开始跟行政党的朋友做的 那我现在非常高兴 这个公投跟选举是拖开了 因为我关心的是 大家怎么样一起多讨论公共失误的这个部分 而不是特定的党派操作的部分 我唯一目前跟特定党派有关系的操作 就是在花乐武法党成立的时候 有去送了一瓶猫薄荷 那一瓶猫薄荷 那这个是真的 就是真的是有政党的操作 那但是主要的原因也是 因为我觉得花乐武法党的理念 也就是花乐武法党首部的那个党 我觉得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因为比较能够去让大家不要陷入内好 然后比较让大家能够倾听彼此 那当然这些党员们 就是博恩啊 这个志祺啊 博吉啊 西娃娃等等 也都有一些就是促进大家公共讨论的方法 有点像说大家本来彼此死杀 然后像两只猫在那边 这个互相这个看不顺眼 彼此哈来哈去这个毛豆鼠指了的时候 你只要去给他们一些猫薄荷 然后他们突然之间就会就是陷入一个就是 对这批很纯的这个状态 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陷入欢乐的情绪里面 不过猫薄荷不伤身体嘛 所以他们过的没几秒钟 就会不然也一副没事的样子 好像刚刚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情绪也都放下了 感觉上就可以比较就是论时来讨论事情 那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欢乐发动器的作用可能就是像猫薄荷这样子的一种作用 他可以把肩膀弩张的异性形态的这个操作 一定程度上把它解校 那并不是说他们对时事的诠释 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好比上说像博恩最近讨论 这个就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实际情况 这当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主题 那不论是他诠释的角度都是完全正确的 不过我们所谓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大家借着讨论博恩到底哪里搞错的 事实上是有助于民主的神话 跟公共讨论的神话 那或者是像呱吉当然也就是有相当多偏颇的地方 不过他肯定的地方也还在 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写的出论数据说 在哪里搞错的的范围里面 所以again这个对于公共讨论的神话 我觉得都是蛮有价值的 所以我既跟这个民进党进办 跟国民党进办 跟亲民党进办都没有什么联系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 这些操作背后的想法 背后的脉络是什么 但是我自己的工作一直都是在 就是不管是蓝色或者绿色或者橘色 其实都只是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十七个颜色里面的两三个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logo 其实一方面也是在说 大家如果去看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要解决了这十七个人类共同的问题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它就可以回到一个 就是论识的基础里面 就比较不会被特定的这种操作所掘取 那你就比较可以知道说 哪些操作是有道理的 就是它后面 事实上是建立在神奇球上 那哪些是建立在对于实施的偏领解读 或者是放大伤 那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每个人要自己去做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 好像我在这边去帮大家臭死破茧 而是说大家可以加入 比方说试试查核的社群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 就是我们现在一个 由Reader所发起的 大家集体试试查核的一个计划 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公市中 通讯社 SMCT 然后落草乡下游 等等的这些朋友 那有些志工 那最主要有非常多这个热心的 工德墙的上面的赴唐导火的乡民们 那电影它其实是 这个可以用匿名或者是笔名 没有匿名啦 全部都是笔名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朋友的名字很奇怪 比如说发现蔡总统的影片 听起来都很斯文的阿飘云 听到韩国瑜正常说话 激动落泪的阿飘云 被造势声音吓到的阿飘云 阿飘云非常多的名字 感叹这是韩国瑜一篇 最安静的一次的阿飘云 那这些阿飘云们 或者在干嘛呢 就是去把这些朋友们 所有公开的 在精准期间的发言 转换成竹子口 验证它是否正确 然后查里面的 讲到关于客观客验证事实 去标签它的属性 然后真的去找到说它 就是讲的跟事实不符的地方 在哪里 然后而且大家都参与这个群众 其实查到这几个程序 比如像说像蔡英文总统 就说是大乔官服会长 任意14次来访问台湾 但是热心的网友 就查到至少来过19次 那所以可见这个事实 不是真的 就是它身上来了19次 那另外一位的 我们就不花太多力气上去了 但是anyway 我要讲的就是说 里面每一个操作 它当然有被放大部分 但是你都可以透过 像台湾市场的中心 或者是2020总统 互选市场的计划 等等去参与这样子一个社群 然后去把这些操作先博出 然后先去看它们所具以利论的 这些事实基础是什么 而且甚至是去参与 对这些事实基础的简合 或者是至少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到 它本来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本来是这样 有20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要如何有良好的表达和说话方式 讲得很快又不要缺螺丝吗 那我是觉得就是不断的练习 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我其实就是靠这样子不断的演讲 所以大家在问的问题 就有点像玩俄罗斯方块 就是我现在正在回答一个 但是我现在已经在想人类生存的意义了 所以等到我在想人类生存的意义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快去过的那个版本 已经在缓充区里面 然后接下来我又在脑里同时 再想下一个问题的答案等等 所以这套系统就算了一套系统 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说 它让我的注意力跟大家的注意力 虽然都是有点拳覆着 但是或多或少还是聚焦在一个 类似的共同的一个话题上面 这一部分是因为各位的手机 等于都被我征收过来的 其实你很难缺化手机了 那就是如果你有开Slido的话 那二方面是说 大家想要按赞的冲动 想要发一点聊天的冲动 还是可以被Slido 可以刚刚的这个Google Doc 这些去吸收掉 那所以就是这种 就是一阵子如果不按赞 这个会浑身不对劲的这种成因的现象 那也很好呢 然后被这些我们叫Social Technology 就是社会技术所吸收 那我自己这种 如果不要按个站 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的这种倾向 也被每回答一个问题 就必须要把一个问题打勾 然后再把下一个问题推上来 所满足 所以就是我们被这个社交媒体 训练的这些Condition Behavior 也一旦透过技术半自动的满足之后 艺术就出现了 我们就真的有一些 可以互相倾听的空间出现 所以我的注意力就可以 比较不会觉得说 好像我每一句话都必须要先想过 因为我这一整段其实都在 就是下一个欧斯科普洋下来的时候 其实是想过了 不过当然大家透过推文 还是可以让我来回答一些 我本来没有在想的 我比想说 要怎么确定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或者怎么确定自己走艺术这条路是正确的 以后往什么地方发展 你需要现在去思考吗 还是现在先去摸索啊 都去试试看 因为现在很迷茫 我是觉得跟迷茫的感觉相处越久 你越会发现说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那因为像埃斯坦有一句话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说他并不是特别聪明 或特别有创造力 他只是能够忍受跟问题相处的时间 比别人久 就是说他可以忍受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重要 很需要解决方法 但是他找不出解决方法的那个状态 可以忍受的很久 那当他在这种状态忍受的很久的时候 他的就是想象力 创造力等等等等 才有发挥的一个机会 如果他急着去用一个就是近似解 用一个就是暂时可以用的practical的 就是一般准则的那种解 而不是真的彻底把它剪开 或者是他就想说算了 那我就去做别的的话 那其实就没有办法跟问题相处那么久 但跟问题相处那么久 确实是很迷茫 甚至有的时候很痛苦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拿一点貌薄荷 对 貌薄荷对人没有用啊 就需要拿一点薄荷茶 对 就是需要有一些调剂身心灵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能够跟这种迷茫的感觉 相处越久 然后在这个中间 试着运用各种不同 就像刚刚讲的社会 各种不同跨文化的资源 去让这些文化经过你 但是不停留在你里面的话 那我觉得就不会被现有的方向所迷惑 因为我常常打一个比喻 就是说现有你能够 好比像说在一些职业辅导 山涯辅导等等 你能够听到的方向 那都是现在已经存在的学门 或者是职业别 或者科别 或者之类的 那就好像天上有很多星座 那但是这些星座 只是我们对于目前 就是大家的社会所关注的议题的一种 任意的编号而已 我们全一块把它叫做艺术 那中间全一块把它叫做视觉艺术 全另外一块把它叫做科技艺术 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实际上你想要发展的那个方向 可能目前是没有行星的 那你想要往那个方向发展 跟那个方向旁边的那些点 就会变成你自己的那个星座 可是在那个 因为那个方向 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行星 所以你在沟通的时候 你就很难说 我就在往整个半人马做阿法系的 的那个方向去发展 因为目前还没有自来描述 你要做的那个方向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是要去找旁边的东西去定位它 那这个过程当然是相当迷茫 相当痛苦等等 但是一旦找到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很稳定的 而且你就赢在起跑点上 因为没有人跑哪一个方向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习惯嘛 就是跟问题相处 比较久的习惯 这个是可以练习的 就是你不急着去找方向或找目标 别人问你说你在干嘛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说 这个我现在创造属于我自己的星座 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有一种讲法啦 那但是就是这种迷茫感觉 就习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时候 灵感就会出现 好 那我们可能最后一个问题 有24人可能问这个 行为人类生存的意义吗 那这个我想 我不能代表全人类 但是我自己觉得 就像大家可能有听说 我讲 台湾是就是400万年以来 就在买快这个飞机当中 不断的升高 阳望星空不断向上 那每年预想 还在涨个两公分多嘛 那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是有人类以前 就是现实其实 但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一个生态权 那不只是台湾 我想整个Biosphere都是这样 那我觉得我们作为 接续恐龙之后 主要的在这个星球上面的 这个生物 那我想我们 有这个责任去守护它 到下一个 社会形成的主线 那就是不要让 就是地球变成好像 再也没有办法 有新的社会形成物 演化出来的这个空间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就好像是一个 Steward吧 就是一个看家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我觉得地球就是一个摇篮吧 那人类大家也不会 一直待在摇篮里面 但是就是在摇篮里 长大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我们试着表白 要来破坏掉就可以了 那今天先回到 那边谢谢 来 好 好 好 我想我们应该不用做什么ending了 对不对 好 大家可以共笔 就我们确保151个同学 上传的所有的新的报告 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我就全部给你们五份 好不好 里面有trick 有tricky的地方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151个人 所以你们要加油 好不好 OK 好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就最后再以清华的一些 对我来讲是很丑的纪念品 还是要送给我们的政委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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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дуже 谢谢大家